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好 馬上歡迎我們今天四位 帥哥美女 好辣醫師團 歡迎 我們今天三位特地來賓 嗨 好啦 講到這個瘦身呢 很多人這一生的事業也是置業 絕對 但往往已經覺得說 我已經吃得很少了 但是還是瘦不下來 怎麼辦呢 那今天請專家為大家檢視一下 有些人就是吸空氣都會胖 我們來看到底什麼問題 你有異胖體質嗎 頭髮 眉毛 叫稀疏的人喔 皮膚容易有濕疹 早上起不來 晚上睡不著 頭髮 眉毛 稀疏我就是啊 你有嗎 我眉毛很淡 髮量也不是那種 像有些人很多的那種 你知道嗎 但這是天生的 這個應該講這後天吧 對 對不對 而且台灣是海島國家 不然就很容易過敏啊 有濕疹這些的 早上起不來 晚上睡不著 這老年人的症狀 你現在年輕人也這樣啊 年輕人 所以這感覺都還好耶 好 怎麼辦 我們先講一下 其實減重我覺得是大家的課題 其實我們真的遇到一些 臨床病人是這樣 他在經過一個很精準的 飲食跟運動的計算下 完了 體重完全不變 這時候其實我們在這種情況下 才需要去觀察 我身體上出了什麼毛病 其中第一個可以觀察 其實你可以從你的頭髮跟皮膚 這兩個其實跟我們新陳代謝都有關 我今天有一次在那個 就是也在一個節目上 可能剛好就講到吊髮這一題 所以當天呢 我的門診就來了十多個 都因為吊髮來的人 那因為其實吊髮很多原因 那其中有一塊就是甲狀腺 所以那些病人 我覺得懷疑的我都有抽 其中有個病人 他就是真的被驗到 是真正的甲狀腺底下 那後來他在做治療的時候呢 頭髮就稍微的比較不會掉 跟有開始回復到正常狀況 可是他自己覺得 比較開心的事情是某一次回來 他跟我說 陳醫師我意外的收穫了一件 他從來沒有想過他會發生的事情 就是他體重在這個過程中 治療過程中掉了三公斤 那對一個女孩子來講 他可以莫名其妙的減重三公斤 其實是一個意外的收穫 真的 在我的門診中 甲狀腺底下的人其實不少見 我建議過一個 她是個貴婦 她全部的經歷就是減重 所以其實對她來講的話 她可以花很大量的金錢在減重 比如說她就跟我說 她去過那種媚茶風 該用過的藥 聽說什麼好吃的減重的藥物 她都試過 她做過比較積極的就是放水球 問題是這些做法 其實在很多人 可能至少會掉個一兩公斤 她的問題是她這輩子 一直在減重 從來沒有掉過超過兩公斤 那時候我們就蒐集了一些指數 她剛好就是這個甲狀腺底下的人 我要特別提醒 如果今天你發現你頭髮變少 皮膚改變 你要覺得幸運 因為代表你還有徵兆 讓你去看醫生 這個女孩子她沒有這些徵兆 她其實身體唯一的徵兆就是 比較胖 然後因為她以前都一直是胖的 所以她就不會覺得說 應該是比較肉 所以她一直不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 後來我們就發現 她其實合併了甲狀腺功能低下 她是屬於功能型的異常 那在這邊教一下大家 如果你今天真的去一些健檢中心 發現你的甲狀腺指數 醫生說你有功能性的異常 有一些營養素 其實可以輔佐你的甲狀腺功能 會來得比較好 以維生素來講 維生素A 維生素D 其實會有一些加分 維生素B也會 以礦物質來講 有兩種礦物質 一個叫鑫 一個叫散 那些營養素 其實對於一個甲狀腺的支持 其實是會有一些一定程度的幫助 所以那時候 其實我沒有給她藥物 我們只是給了一些營養的指示 跟營養素的建議 滿有趣的是 她以前到現在 她其實吃後來我才知道 她最高只有瘦過兩公斤 在那一次的治療裡頭 三個月她就瘦了八公斤 所以我們要跟大家講 如果你今天是一個困難減重者 我還真的滿建議你 要找一下 是不是甲狀腺出了問題 可能一找到你的減重之路 瞬間就變得很光明了 對 那我來幫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個就是剛剛講 濕疹的問題 那濕疹就是真的超級常見的 但是大家不知道的事情是 其實濕疹暗示的是 這個海平面底下 是有something wrong 就是一個發炎 那個發炎表現在你的皮膚上 就是濕疹 甚至比較嚴重 它甚至會一直輕微的 一直滴燒的 所以近期就是COVID的關係 很多人這樣燒燒燒 如果不是COVID 其實有時候我們甚至要想到 這個診斷 那我之前一個滿 也是算 算印象深刻也算 就是一個四十幾歲的女性 然後她其實不太重 然後平常是有運動 健身習慣的 對 可是她的困擾 就是說她明明有在重訓了 可是體質就是下不太去 然後肌肉量一定不起來 然後她教練很無奈 就是你都已經吃成 練成這樣子了 所以她就說不行 她一定要找專業的 來處理她這個減重 所以我就一邊在聽她講話 就發現她就是這樣 然後一直抓 對 然後就一直抓 對 我覺得奇怪 你的皮膚是有什麼狀況嗎 她說沒有 就濕疹 這皮膚科我也看過 就是體質 找不到原因這樣子 那我聽到皮膚 我就想說發炎 我就開始問了 因為其實發炎這件事情 跟身體一個大器官有關 就是腸道 那我們腸胃道是免疫的第一屏障嗎 你看我們吃什麼東西 一進去是不是就是胃就是腸 是 我就開始問 那你有沒有一些腸胃道的狀況 果然有 消化不良 餵食道裡面 這些大家都有 就是反正她就覺得 這是一個很常見的一個問題 當你的腸道在發炎的時候 它有會有一些影響 因為發炎連帶的影響到 我身體的兩個荷爾蒙 一個是胰島素 胰島素它會摳住脂肪 另外一個這種發炎 它會誘發一個壓力荷爾蒙 因為你的身體 會想要把這個發炎去降低下來 那這兩個都會對我們的腹部脂肪的堆積 是比較大的 另外一個 當你的腸道的吸收不好的時候 那你吃一堆蛋白質 它有辦法去你的目標器官嗎 所以我就很建議他就說 我知道你減肥是大師 但是我們先把這個問題來做看看 可不可以找到你根本的原因 就果然它的腸道的免疫功能是有問題的 那這個問題從哪裡來 食物非常重要 有時候是我們吃進去 所以我們這一部分析 奶製品還有麵粉製品 我說我都已經不吃白飯了 沒想到那個麵食竟然是 會造成它其中這樣一個原因 所以我們幫它整個調整飲食 請它先暫時去除這些食物 然後修復它的腸道黏膜 它很順利地突破它的停滯期 所以體脂肪本來是38 就順利向到34 雖然還不夠好 可是他有信心的 他覺得說我現在找到問題 然後肌肉量也慢慢的可以練起來 所以我就呼籲大家說 像這種皮膚 如果你看過專科醫師了 可是是體質是氣候 你找不到原因 其實有時候就要從你的身體 你的發炎 你的腸道去來抓出來 其實我剛剛非常有感觸 就像文欣醫師所講的 就是我之前有一陣子 就是那時候身材還非常胖的時候 然後我很常就是會有 那當然我們都第一時間去看皮膚科 那就是也是找不到原因 那可能就是可能工作太忙 或壓力太大之類的 都會被告知成這樣 那也有就是很常就是 基本上我一年都要去醫院報到一次 那報到就是因為好像就會 那可能會燒到40度 然後找不到原因我們有生病 也沒有發炎 感冒什麼都沒有 然後很常就是會因為這樣一段期間 然後又發燒 燒不退了 然後之後又去住院 然後檢查的結果就是 那會有這樣發燒的現象 然後就必須一直打那個什麼 打抗生素 抗生素 把它降低下來 所以那段期間其實我的身體狀況 也是一個非常差 然後再加上就是 體力又不是很好 那時候很胖 那政治其實也在後面 剛好有那個也是議員同事 朋友開健身房的嘛 所以就是帶我去體驗一下拳擊 超累的 我就不到五分鐘 我就倒地不起來 根本不是教練打我 是我自己的輸導 那個也是有氧的 你知道嗎 對 他那個有點像是格鬥 其他議員同事 他們其實年紀都比我大 然後年紀比我大之外 體力比你好 每個體力都比我好 不像我就五分鐘 就倒在那邊 而且是臉色蒼白 還有嘔吐的症狀這樣 非常的糟 對 所以我後來就 真的覺得不行 就算了 對 我就直接 一次就KO了 五分鐘KO 五分鐘KO 我後來就決定說 不行 我一定要運動 然後後來就 當場就報名了就是拳擊 就格鬥這樣 然後就一直持續到現在 那我那時候其實是 體重的巔峰 那個體重就秘密了 等一下可能看作品就會知道 可是那時候的 體脂最高喔 其實是45% 很高耶 多一倍啊 正常人 真的 你那時候體重現在 差幾公斤 差了35公斤 35公斤耶 兩年前那時候才28 29歲耶 天啊 那時候體脂45% 那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 差好多耶 差很多耶 我現在其實在我自己的選區 很多那個選民 其實支持者是認不出我 有時候他前面經過 他們還想說你到底是誰 對 那時候 其實這樣體脂 真的是一個非常難的工作 你這樣前後 這樣瘦下來 花多個時間 一年 一年 我那時候其實一個禮拜 是上三天 會安排自己三天的時間 抽空去上個一個小時 然後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很胖 所以沒有肌肉 肌肉不多啦 所以其實那時候 教練給我配合的課程是說 重訓加上格鬥課 就選級課 所以就是 我是用這樣 並用的方式 那瘦下來之後 才不會有那個 容易腹胖 因為其實你 如果在運動的時候 你一直做有氧的話 那其實是減脂 你會瘦得很快 可是你沒有肌肉的話 你一沒有運動 你還是容易腹胖 是 對 那吃呢 你吃有改變嗎 還是完全就是格鬥 應該有 因為其實我本身 就比較偏向愛吃肉 所以其實那時候 教練給我一個觀念 就說 既然你要運動了 那你蛋白質 就是多吃 所以就是 跟我說 那我澱粉少吃 那我澱粉的話 就可能一碗白飯 那我可能會減掉 就是大概三分之二的量 那只吃三分之一 可是我的肉 肉 魚啊 這些蛋白質類的東西 我會變得很多 對 量會變成很多 來去補這一塊 然後 基本上 因為我本身就喜歡吃肉 所以其實 剛剛好 對 剛剛好 也不會有時候 喝什麼 一個非常困擾的 也可以開心吃 對 也可以開心吃 那吃不吃宵夜呢 宵夜不吃了 不吃了 宵夜 絕對是肥胖是遠 真的 宵夜的話就不吃了 然後就維持這樣的飲食狀況 所以也不會說 減重的過程很痛苦 運動 那初期比較痛苦 對 它也沒有結實 你知道嗎 造詩 更常飲食 對 真常飲食 滿好的 好勵志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采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 Muhammad 頂年月五日 對婚採訪 與 NHS 甚至 沒問題 那麼 都 說 感谢观看